这个基因呢 它意味着一个怎样的一个未来 是逐渐逐渐我们知道一个基因管哪个 一个基因管哪个 这个知道的越来越多 知道的 他首先是这个样子 一个基因对一个蛋白 因为我们生命法则就是这样 基因到蛋白 蛋白到代谢 这是叫生命的中心法则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这是一个理论 这是个定论 后来发现错了 不是一个基因对一个东西 可能是几个基因对一个东西 也可能是一个基因对几个东西 而且这个特别接近你刚才说的 它是个网状的拓扑结构 特别复杂 你摁了糊了就会起了瓢 诸禄基公园里有一句话 我至今印象深刻 叫life always find its way 生命总会找到出口 你摁不住它的 你往东来我就往西跑 你往西来我就往东跑 反正你怼不住我 他为什么要30亿对呢 人类为什么要30亿对基因是吧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 当演化到一定高等程度的时候 首先为什么要有性 对啊 按说它要这么神奇 它没性也行啊 就是因为人类已经 或者说有些物种太高级了以后 它基因已经不容易发生虫牌了 我们说无性繁殖都是大伤杆菌啊 都是病毒啊 都是教母啊 这种简单的真菌 它就一传二传四 它因为大伤杆菌20分钟就一代 人20年才一代 您的基因突变要出来那得什么时候最好的方式再找一个 你们俩混一下 这把牌不行了 我们俩就通过一个性别大家混一下 就像我们也是满族和汉族混出来的嘛 那就可能就诞生了一些新的性状 可能好也可能不好 但是这个就是保持了人类这个基因还可以有一个保持多样性的一种可能 所以性本身的存在是为了远言杂交的一个成立 是希望这个物种能诞生出更加适应环境的某一种性状 因为无性繁殖往往它的性状是固定的 因为它能改变的很少 所以普遍的性压抑对人类不利 这是对的呀 这肯定是对的 对于这个生物的多元化是很不利的 没错 刚才讲啊 就说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例外嘛 因为这个基因它一直传 但是咱们之所以能进化就是那点它总有个变异 有的变异呢就逝着生存了 积累积累积累 实际上等于说这个复制 此时此刻就在咱们身体里进行 那有的复制坏了 那就是埋下了一个不好的一个 您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是说我们就假如说聊一个小时的天 我们体内的细胞至少更新了上百万个 一边说一边死一边又生 所以有一个古希腊的典故叫特休斯之船 这个船出海 一块块换木板 所有的木板都换完了 这个船是不是原来那个船 对我们人来讲 七年就换一遍 所有的细胞 聊完一集咱就不是人了 不是就不是原来的了 我问到我们认识到现在聊天已经三次人生了 在世为人了 已经三次人生了 你说改造到什么样 我还没讲完 在这个过程中 之所以您而为互相认识 就是因为都有例外 我们有一个东西没变 中枢神经系统的拓谱结构没变 中枢神经系统的拓谱结构 也就是说你能记住徐老师 徐老师能记住多文涛 你们俩有几个神经元的连接 在海马体和其他脑区 那个拓谱结构没变 拓谱结构就像电话号码或者是身份证 它是一个三维的信息 那要得老年痴态症了 那就是拓谱结构变了 就这么理解吗 要不人是谁啊 您是谁 那所以我们讲 就是我听说是在你们公司门 那个门口有一个那个雕像 底下写的是永生 永存永生 那就是说如果他一直换一直换 其实可以达到这个永生 物质上可以不灭 就像我们今天用的所有肿瘤细胞 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 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先驱吧 他也不是个志愿者 就是用这个细胞叫海拉细胞 存到现在这个海拉细胞还在繁殖 还在复制 那个细胞就永生化了 现在繁殖和复制的 已经超过海拉本人的上万倍了 就是这一个人已经复制了一万份了 我们都拿这个细胞来做实验 它就相当于这个肿瘤这个核心的标准 肿瘤细胞就是一个永生的 这么一个东西 一件事情一件一件来 先说的那件就是说 癌症是跟基因有关 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的基因研究 并没有帮助我们去克制和消灭癌症 是不是这样 先说两句废话 正确的废话 没有科学的人文 往往是愚昧的 光讲人文没有科学支撑 但倒过来更危险 叫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危险的 那当然了 所以本质来讲基因本私 但是如果人性也本私就完蛋了 我们恰恰是用无私的人性 在克制基因的自私性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这不是废话很重要 这是一个 当然很多人听了就是因为这是正确的废话 我先把这个这个定论先说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简单的从人类的健康的角度去理解 有三件事情跟基因是高度相关的 第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外来侵入的基因传染感染 新冠是9点型的 对 绝大部分 其实我都不能叫感染 因为我们本来就在感染 打引号的 你身上带这么多菌毒 只是说你跟他平时是和平的 他没有闹事 我们一般认为 你感染了 你浓读血症了 是因为你跟你微生物的谈判破裂了 破裂了 这个破裂了有太多问题 衰老了 免疫系统不行了 等等各种问题 这是外来侵入的基因 我们刚才聊了 第一个 无创产生基因检测 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基因 这个东西决定出生缺陷 也决定每一个人的生存治疗 因为我从娘态的就带下来的缺陷 会很麻烦 尤其是遗传病 如果福利在这方面更好 大家也不启示有个唐食忠育症 我觉得没问题 如果你真的见到这些唐食忠育症的孩子 比如周周现在华大 我们就聘得到我们的雇员 我们自己还有几个唐宝宝 他们都是幸运的 大部分唐食人都没有见过公园什么样 不好意思领出去 那是真正的 你不能站在一个无限的伦理高地去讲这个堕胎这些问题 他都要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上来聊 现在我们看得见希望的 恰恰是您刚才说的 与时俱变的 肿瘤 肿瘤的基因生下来是好的 因为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发生基因突变了 它是个与时俱变的基因 对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现在是有办法的 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说我们为什么感觉肿瘤多了 其实它是一个大问题是在于我们活的太长了 嗯 是1949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说明小于39岁 39岁是可统计上的 还有好多统计不上来 今天 中国的平均预期说明是77岁 中国香港是最高的86岁 平均可以活到86岁 就这一刻生出来的孩子大概率能活到86岁 没有战争 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世纪初出生的孩子 我们现在大概率预测可能会接近90岁 日本现在已经 它的大阪地区的女性已经超过90岁了 也就是说人类正在努力的活到基因设计的极限 我们现在推测的极限是100到175岁 所以我们当时娶了个120岁 这其实是背后还是根据哺乳动物来预测的 就是我们可能大概率 大家集体奔着90岁100岁活 这是一个大概率的时间 而从人类如果活到80岁的情况下 你有多大的概率会得肿瘤呢 大约1 4分之1 大约1 4分之1 如果一个人能活到80岁 大约有22%到25的几率会得一次肿瘤 你说一个人得一个肿瘤又得一个肿瘤 也有很少 好像很少听到 就是要不一个肿瘤就死了 要不一个肿瘤治了 就也没有别的肿瘤了 往往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于 我怎么在肿瘤早期的时候 能够发现它并干预它 对 所以我们说 检测技术 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 只有突然发现的肿瘤 也就是说 今天世卫提出了第一个 可以被干掉的肿瘤 2047年 全世界一起 它用的词也很精准 不叫消灭 叫消除 要求是发明率低于4% 您猜猜这个是什么肿瘤 跟女性相关 能够是这个跟子宫有关 子宫颈癌 对的 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 因为现在已经有那个 就可以打那种 两个技术 接种疫苗 一个是疫苗可以普及了 对 而且现在都是在 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打 子宫颈癌 其实不能叫性传播疾病 因为这个 这种病毒是广泛存在的 有人说男性为什么不得 男性很容易清血 女性的宫颈 大家一般清洁不到 当免疫不好的时候 长期被中高微型的HPV感染 慢慢的就变了 这个过程有多久呢 几年到十几年 我们知道了 梅艳芳也是因为这个走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你在中厨做一次检测 我就可以干预了 初期的 我可能用一些酸剂 稍微重视一下 实在不行 我做一个简单的原位手术 我都可以很快把这个就解决掉了 因为它都是表皮的 对 现在十几岁的人 但是这跟基因有啥关系呢 基因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这个就非常关键 就是因为这些宫颈 这些宫颈的表皮细胞 能够被HPV病毒侵入 就跟新冠病毒侵入 我们的呼吸道 上面细胞是一样的 只是它是个慢性的 我查的就是基因 我是一定要看到宫颈癌的 引起宫颈癌的这些高微型的 HPV病毒的基因 我才知道 这个女性要不要做干预 如果我能对 通过基因来及早判断 某一种癌症的 因为这个就是由感染引起的癌症 而且是长期反复持续慢性感染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现在世卫的推荐 三年一次 注册疫苗的也要检测 如果有问题了立即处理 所以2047年 我们是有概率 我这个发病率 摁到十万分之四以下了 因为它现在还是女性的第二大杀手 第一是乳腺癌 第二是攻击癌 但是其他的癌不行 其他的癌越来越多 比如说截止肠癌 也是这样子 截止肠癌以前不是要做截止肠镜吗 现在测分辨 如果分辨说你是阳性了 你再做截止肠镜 这样的话 就把原来100个 需要做截止肠镜的人 变成5个了 你就让那95个 节省了医疗资源 因为做截止肠镜 你麻烦 医生也麻烦 还要麻醉师 还要提前预约 还要去排空 还要去住 不叫住院 至少要这样一个诊室 这些过程 其实就是因为过去不精准 现在我给你先筛一道 还是测基因 我查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大肠 或者截止肠 表皮的脱落细胞当中的这些基因 这些早期可以去做筛查的技术 不是诊断 它是一个screening 是一个筛查的技术 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是能够把 目前差不多有个七八种走流 都可以这么做 也就是说 这个我还是不知道 就是它的物质基础 有时候我很难想象 就是像咱说的 抽象的说 你们一说 就是这里边有遗传密码 有这个信息 可是当然这在电脑里说 我们能理解 那它是真的在电脑芯片上 它能可以实刻 还是什么 它有这个东西 但是对人来说 它那个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什么 为什么一个东西 它是谁听见这个信息 它就制造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比如说我们就拿芯片来想 你说一个晶体管就是零和一 了不起加了半导体就是个三态 还有个中间的半导 就三态 这个晚上怎么就会有智能呢 对啊 就是它累计多了以后 我们叫这就是emerge 就是涌现 这个词在物理上 在哲学上 就是把一个东西简单 从到一定程度上讲 它就突然诞生了 这个原来没有的一种性状 这个你知道就是 我看过一个片子 就是讲这个意识 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大脑 突然间就产生了一个意识 你知道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就是说啊 当然这是学说之一啊 就是说你可以想一想 城市是怎么形成的 就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驿站 也没有一个城市 城市呢也不是说是根据谁的命令 它是在千百万年 越距越越多 越距越越多 这就像人的大脑 最初呢有一个脑干 有个很简单的 像爬行动物脑啊 然后你看你随着进化 皮层啊皮层 它就说城市从什么时候 最后有了自我意识 就等于最早也没有城市 可能就一个地方 一个路口 有一个房子 这等一个东西啊 就是加到足够多的数量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您说的 诞生了这个 最初的这个词就叫涌现 就是自我意识 涌现 就你突然觉得啊 城市就有了智能 实际上一个现代的城市 我们在历史上看 因为我们从农业社会到现在就是一万年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一个现代的城市 至少要有十万人 一个传染病的最小办法群体是五十万人 低于这个数字传染病都没有 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可以供你去传出去 就是这个树啊 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 忽然而有了一种 这就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 所以你看老鼠 我们说它的神经元七千万个 猴子是六十亿个 人类是八百六十亿个 八百六十亿个 所以我们差不多是猴子的大约就是十四倍 老鼠才七千万个 你至少是老鼠的上千倍 所以你当然就涌现出了特别多的所谓的智能 但是就是说生命 我就说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DNA的这个方式 因为我听过一个人打一个比方 当然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就是说说是这个各种情况下 这个这个地球上的各种因素能够产生到人类人类这样的这个生命 他说好有一笔这个概率就像是什么呢 说是在一个操场上 撒满了这个汽车零件 然后呢一个龙卷风 把这个零件吹起来 等它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组装成了一架汽车 对这是可能的吗 要看多久 这个过程是34亿年 34亿年就能让一堆汽车零件在风中自行组合成一辆车 就是说这是起点和终点 被简单说成了好像这两个之间就是一个严格关联的 实际上首先说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不是一定是地球原生的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外边来 这也可能是 但是即使在外边来 宇宙如果我们今天观测146亿年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证据可以很好的能够验证刚才讲的这个道理 首先它可能更好的一个比喻是 它唯一对零件轮到海里出来一个潜艇 它要一个液态环境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 又不像气态 飘的满哪都是 又不像固态 完全都不可固定 液态本身很重要 所以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很重要 所以HRO一氧化二氢很重要 它恰好让你产生了液态水 液态水就可以使得这些零件产生碰撞的几率变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些化学分子本身天然都有让自己的自由能或者说让自己的这种伤变低的倾向 分子这是物理的本来的东西 HRO一氧化是什么是伤吗 我只知道负伤 老听人家说 伤对 伤就是一个热力学的概念 代表的是混乱程度 如果我们都不管的话 这个地球会越来越混乱 所以日耳定律到了终结是万物终将归于虚物 这个宇宙会耗尽能量 又进入到一个死寂的状态 所以人类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能活着 生命能活着就是因为作为负伤 正伤就是混乱 负伤就是秩序 所以它是一个秩序 表示混乱度的 就是说所有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规律啊 到底是纯物理的 还是可以应用到人间也很有意思 就所有的东西天然的就会越来越无序 你比如一个楼如果没有物业管理 它就越来越无序 越来越乱七八糟 这就是伤对吧 这就是无序程度就是伤 那你像我们这个人 由一堆乱七八糟的原子什么 一下变成这么有秩序的一个存在 那你就是负伤 但是就是所有东西好像自然的方向 是像它原初的时候形成 你可以想象我们形成第一条病毒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一个单烂的病毒的时候 它就要去向Buff复制自己 它就必须去做负伤 它要开始管理自己 当然病毒这个例子不是很好 是因为它要寄生 所以现在一般更加的认为 是先出来了一个滋养的生物 然后又简化成了一个病毒 因为总是要有一个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 我才有一个寄生能跟上 我如果一开始都是寄生的 我寄生谁吗 但是形成病毒这个过程 实际上今天我们通过很多的化学实验的模拟 的确自然间就可以发生 至少是可以从一群无机物 变成这些有机物 哎呦咱们听了这么多 我说徐老师听了人家尹老师讲这么多 我想知道一下你们两位谈谈你们的看法 我还是还有一个问题 你看十万个为什么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明白研究了这个基因 可以帮助治病 对不对 可以认识人 是 那么现在对于这些基因研究的 最坏的可能是什么 有几个问题 其实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在于我们破坏生物多样性 这个破坏生物多样性呢 分成两种 第一种就是比如说 这个很多人也问我 那你说吃果子里吃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03年的时候 吃那个果子里就出事了 是因为你开始去侵犯蝙蝙的领地 你的探险精神越来越强 你的对野外的这种探索范围越来越大 你去开矿 你去各种各样的去基地 做一些极限的这种探险 就把很多蝙蝠给它放出来了 实际上是放出了自然界 本来就存在的病毒 这些蝙蝠没什么地方去 可能不小心就跟这个果子里 产生了一种 比如说上面拉一泡屎 就跟它两个就merge了 然后你又吃这个果子里 就突破了总结屏障 我们看很多的在战片里 都是这么拍的 我相信这种概率当然很小 但是在自然界当中 这种概率也不小 因为有多少蝙蝠 有多少果子里 你都不知道 那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于我们很多的时候 你自认为你做对了 实际做错了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物种单机化的问题 你知道很多人就在问我 这个我们有什么物种 一定是转基因 我其实能举出很多例子 但是我现在说一个 大家比较能够 就是肯定大家都吃过 木瓜 因为不转基的木瓜都活不下去了 不转基的木瓜 现在在自然界栽培 它会被真菌感染 它已经很难再活下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吃的绝大木瓜 本身都是转基因的 但反过来讲 所有的物种又都是一步一步通过基因 这样过来的 现在我 因为你知道现在在海外打的这种 MRI疫苗是什么吗 那不就是打一段基因吗 对啊 所以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就没那么担心了 那是一段都不用经过你的消化系统 我都可以直接打到你身体内 你认为它是疫苗 所以 MRI这算转基因吗 看你怎么理解转基因 其实我们过去在讨论转基因的时候 好像老觉得我吃一段基因 你会不会就会污染到我的人类的细胞系 是是是 但实际上 比如说像焦白 咱们吃的这个焦白这个菜啊 它也是个天然转基因的 是吧 焦白 我喜欢吃啊 焦白 它是合本科的 就是它从植物学分裂讲和大米 小米是一个科的 是合本科的 焦白以前是叫焦瓜焦米的 它本来是六股之一 它出的米叫菇米 它是粮食 它是粮食 后来为什么变菜了呢 因为被真菌转基因了 就是我们今天测焦白的基因组 能看见有一段真菌侵入了 造成的静木膨大 因为我一侵入 它就要预伤 一预伤就膨大 膨大了以后 发现这个东西当菜挺好的 这就一千多年的转基因 但你吃到今天就不害怕了 但这都是好事 我刚才的问题是 有哪些坏的可能 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美国今天 为什么爱尔兰人多吗 因为爱尔兰人逃到美国了 爱尔兰人为什么逃到美国呢 是因为当年吃土豆 那个大饥荒 为什么大饥荒呢 是因为土豆 为什么土豆会大饥荒呢 因为你只带了一种土豆 只要有一种真菌 感染这个土豆了 这些土豆就都死了 它没有野生土豆 对抗不了一个外来的级别 相对于你都是温室培养的 所以当大爆裂颠 亡国不给爱尔兰 失良的时候 爱尔兰就开始 往美国一批一批跑 这就是这个问题 这就是物种单极化带来的问题 本来大家觉得是个好心 哥伦布大海时代 我把土豆带过来了 然后让当时欧洲的人口快速膨胀 荷兰爱尔兰都是 每天就两顿饭 大土豆小土豆小土豆大土豆大土豆炒小土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你就种这一种土豆的时候 它的基因是很脆弱的 它没有保持可以自然去对抗 本来人家安地斯坦的土豆 也不是给你人吃的 它本来在自然界 就有很强的这种抵抗能力 可是你今天把它塑成了 就是一个一种为了人类 仅仅供应淀粉而存在的这么一个物种 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可不可以去理解 基因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载体 携带信息的载体 非常准确 对吧 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要保持一个 在多大范围内的平衡和多样性 然后刚才你不是说有这个就是30亿对吗 就我们人是有30亿对等于说我信息的就是这个载体 那么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就他认为就是说会不会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会达到有一天会认为我们这种载体不能够完全存在信息量了 他说到AI实际上就等于说就现在的这个什么比特币什么他认为是为为AI去准备的 因为那个东西在他能够存在的信息量比我们更高 对数量上会不会增加是31变成31亿 是是这样子就是基因上来讲一个细胞31够用了神经院连接860亿 就是你是有860亿每个都携带了31 而且这个拓布结构成年以后几乎不变了 变了我们就开始神经退行了 老年吃财帕基森就都开始出来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中枢神经系统是这么一个逻辑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现在因为很多人也会讨论 AI会不会取代人类 我们今天是不是亥克帝国的早期 今天出了一个词叫做Metaverse 元宇宙 其实我们在座基因有一个词叫Meta Genomics 红基因组原基因组就是把你全部的细菌和人的基因一起活着讲 因为你细菌携带的基因总量是人类的大概150倍 细菌的基因比我们还多150倍呢 因为细菌的量是你的3到10倍 所以它加在一起它是个集合 细菌是群体方式在生活的 它不是人多力量大 可以这么理解 均多力量大 均多力量大 均多基因多 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你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今天的AI我还看不见这个希望 我们今天的AI更多的我只能叫它是计算 可人类会算计 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计算和算计是不一样的 当然很多人给我讲我这个东西特别准特别精确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智能 智能就会犯错 不会犯错的系统一定不智能 你的意思说计算就是科学 算计是人类性的 算计是智能 计算 算计一定是智能的范围 而计算理论上讲是确定的 计算是机械的吗 算计这个里边调动的智慧就非常多 计算充其量给你个矩阵 有一个概率 它还是在一个范围点 而算计这个东西它是完全可以想不到 比如说曾经下围棋 alpha zero alpha go 是吧 大家跟人类下围棋 下到最后 很多人就讲 我们人脑被摧毁了 我说不是 人脑是什么 人脑是一个 咱们吃几个花生瓜子 或者就给你几个馒头 40瓦的计算机 40瓦的计算机 alpha go alpha zero是什么 那是一台超算的 那后来要上百万度的功率的供给 它的供电才能跟你去干 也就是说今天我能够通过夯 夯到一个巨大无比的计算系统 但是它没有办法取代人脑的减并性和精简性 这是一个特别高效能的一个系统 这种系统不能简单利用信息量就要都去死 因为它不可被束缚 就是自我意识的存在 是人脑真的会算计的一个本质 自我意识是基因 写在基因里的 好难 因为我们其实包括我个人都在觉得 我们到底有没有自我意识 哇这个有意思 好谢谢谢谢 就这个不能放他走啊 这一集先聊到这 咱们还得接着聊 好